创世纪第五十章 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 与他亲嘴 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 用香料熏他父亲 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 熏尸的长历是四十天 那四十天满了 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 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 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 请你们报告法老说 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启示说 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 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 以后我必回来 法老说 你可以上去 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 将他葬埋 于是 约瑟上去葬他父亲 与他一同上去的 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 并埃及国的长老 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 并他父亲的眷属 只有他们的富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戈山地 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 那一帮人甚多 他们到了约旦河外 亚达的河场 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 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 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 就说 这是埃及人一场奇大的哀哭 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 是在约旦河东 雅各的儿子们 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 把他搬到迦南地 葬在曼里前 麦别拉田间的洞里 那洞和田 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 做坟地的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 就和众弟兄 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 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 见父亲死了 就说 或者约瑟怀恨我们 照着我们从前 带他一切的恶 足足地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 去见约瑟 说 你父亲为死已先 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 从前 你哥哥们恶待你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 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 说 我们是你的仆人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 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一百一十岁 约瑟得见以法连第三代的子孙 马拿西的孙子 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 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 正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 把他收敛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中文字幕提供